大家好,我是Alan 之前一期视频呢 Lily邀请我去纽约参观了她这个EP5的项目 然后有很多朋友呢就来问我说 哎,有没有就是之前办过成功的这些的顾客 可以来献身说法一下 然后这次Lily呢也是正好来到了尔湾 然后我们就一起又吃了一个饭 正好碰到一些台湾的朋友 之前也是成功办这个身份比较成功的 然后就想来听听听他们 最近有没有什么可以给大家分享的 然后您建议跟我们讲讲 大概是哪一年就是开始办的 然后办成功呢 讲讲您的经历吗 好啊,没问题 我们办的话我们是 今天讲起来我们应该算是 2017年送件 2017年送件 对,2017年 然后我们2019年的时候 我们就拿到那个485 对,485 对,485 然后接下来的话 但是隔年 隔年 就大概是隔年的三月份 我们就拿到了那个驴食利卡 对,一直拿到驴食利卡 那就一直到现在 然后拿到驴食利卡的时候 虽然说我们之前是在美国生活了 我们2014年就来美国 但是因为我们拿到身份以后呢 我们留在美国就更怎么讲 怎么说就是更方便 然后就是本身更有那个法律上的依据啊 就不会被随便让你牵掌回去就对 明白明白 你们小孩后来都是在美国读的高中吧 我记得 是是是 我女儿 我女儿从小熊年级就来了 哇 小熊年级 我儿子是 刚好是八年级过来的 所以来这边的话就是读九年级了 对 那他们现在都在读大学了 对对对 我女儿的话 她现在就是 去 去那北加 应该讲说那个 Sanose 旁边的那个 Santa Clara 对对对 那我儿子的 就一直留在男家 就跟我们在一起 对耳湾也太舒服了 我来了这几天也发现 想滑雪可以滑雪 然后想冲浪也可以冲浪 吃的又又好吃 对 耳湾真是个好地方 对确实 我们当初的来的时候呢 怎么讲就是 我们一来加州 然后我们在那个 怎么讲 说我们在那个 住一个朋友家 那我们朋友的时候 就是也介绍我们来耳湾这边玩 那一来这边的时候 我们就觉得哇 这边的天气太舒服了 那时候是夏天 嗯 来到耳湾这边 然后我就发觉说 耳湾这边 呃跟那个 跟那个呃 楼兰港那边 大概跟度差了5到10度 嗯 夏天的时候 所以 很舒服 对很舒服 那加上说这边 应该算是一个新开发的一个 一个城市 对 那 你知道吗 新的城市来讲的话 都有新的规划 那反正 然后新的东西来讲的话 都会比较有 呃 这个城市的规划 就会比较稍微好一点 嗯 对 那所以我们觉得 额外很不错 所以 17年开始办 然后到最后全 完全办下来 是哪一年 你谁完全办下来 还是直 就是啊 其实他是说的是 829批准的 所以他们还差最后一步了 对 但是他们 同样项目里另外一个朋友 刚刚已经拿到829的批准了 他们是同一个项目 对对对 我们是同一个同一个项目 但是我觉得就是 那个 莉莉跟我们讲 就是我另外一个朋友啊 嗯 那那个 那个 嗯 829已经 已经下来了 对对 所以说 他们 可能马上就可以申请那个护照了 OK 那他们 你们就是之前投资的那是50万 那大家是哪一年拿回来 还是现在还在进行 我们拿回 我们 我们就是 拿到林斯利卡 19年 19年 2020年 2020年的 2020年的时候拿到 就拿回来了 21年 21年 21年拿到 拿回来的 19年拿到林斯利卡 拿到林斯利卡 完两年以后 那个莉莉就 就把我那股事物品给退外 其实他们还是有收益的 是是是 我们这个 我们还有一 就是说 还有怎么讲 就是回报 还有回报 还有回报 还不错的回报 OK 对对对 还有不错的回报 这是 可以 跟我们其他朋友 跟我们其他的那种 移民的朋友一起来 就知道 我们 就是说 我们有一些朋友 有好几种情况 一种情况就是说 他移民成功了 但是 那50万 到现在没拿回 现在没拿回来 对对 那另外就是说 他钱拿回来了 但是就是他那个生贷 现在目前还在卫定当中 那还有 还有另外一个朋友 最可惜 就是说 那个 他的身份还在卫定 现在目前还在打官司 然后那50万也不见了 那50万是不可能的 对啊 所以就对我这种情况 那我们 比较幸运 比较幸运的 就因为我们有个好的 好的一个一个 身份也办好了 对对对 还有回报 对对对 这种回报是咱们 正常的 EV5都会有这种回报 还是说他们 当时的项目比较特殊 就说反正 项目呢 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回报 然后每个项目也不太一样 我们也总是想 帮客户 争取最大的利益 比如说 他们要安全地拿到身份 要退回他们投资的本金 在合理的情况下 给他们一些 适当的回报 这个就是我们想做到的 我们当初呢 就是 是为了我女儿嘛 因为我知道我女儿未来会到美国读书 所以那时候我就在看这个 这个投资的项目 那我的期望是说 我们的期望是希望 不只是移民 我们还希望投资有回报 所以呢 这个项目我们是找了很久 找啊找的 我们整整看了 可能三年到五年 最后找到了这个 这个项目 对 所以 其实他们都是朋友 就是说 因为我先认识Jack 然后 就是Jack 身边还有几个朋友 大家都一起投了这个项目 对 所以说到最后的确 就是说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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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Broker呢 是 听 经过我们 Broker 是 是基金管理人 基金管理人 是 是 精挑戏选过 就是我们 就是 去 去比较了 也问 问了很多的 相关的这种 移民的项目 然后是经过很多的比较之后 最后选定 就是选定 利利 那最后的确 我们是 已经达到移民的 不是 有投资的目的 也有移民的目的 大家也都很有缘分 就这么多年都成为朋友了 就说真的 在 在那个 怎么讲 就是说 在从17年开始投的时候 到19年拿到 这中间这两年 有时候我们的心里 还是有点 坎坷 对对 那么坎坷 那么坎坷 怎么讲 就是因为 那时候呢 我们就有听一些 从中国大陆来的朋友说 他们已经 对 他们已经 就是说这个项目 已经投军了很久了 那他们连那个 485都还没拿到 对 他们说 他们就是中国大陆来的 有排期 但是因为我们是 台湾 所以 理论上来讲的话 就是说 没有排期的 这个问题 所以我们拿到 就会比较快一点 快一点 对 那 这当然了 就是说 也是因为透过绿地 他们去 去办 那或许 就是说 这中间来讲的话 他们努力到 什么样程度 我是不知道 但是要感谢 非常感谢 应该的 真的是应该的 我也很高兴 把大家的事情 办成办好 是 我也觉得很安心 然后我周围 只要是有朋友 想要有咨询 有关于投资 我都一定介绍 原理 OK 对 因为我们频道 也有很多 这个台湾的朋友 然后 应该大家也有 这方面的需求 如果大家 接下来有什么 更多的想问的问题 也可以加这个 这个公司的这个微信号 然后记着要提这个 在Alan频道看到的 还可以得到 有个性签名的 这一个耳机 然后作为一个小礼品 是的 不要忘了耳机 我想提一下 就是说我女儿 我因为拿到这个身份 就是因为我女儿是 为了念大学来美国 所以说他们比他的同学 国际学生的同学 多了一个 intern的机会 所以他们现在是大一呢 可以合法的去工作 可以有intern的实习的机会 所以说 这点也是优势 对 这个机会是他的其他的 其他的国际 国际 international student 没办法有的 这样子的一个机会 所以他们也很开心 我们帮他这样办了 这样子的一个身份 确实解决了问题 对 比别人多了一个机会 嗯 谢谢 谢谢